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又和YP见面了 自从上次我来埃德蒙顿 跟你闲聊的时候 你不用说一句话 你说你在做房产经济之前 是Best Buy的店长 观众朋友们 对这个远比对你的房子感兴趣 他们微信给我留了很多问题 这里我顺便说一下 还是一个微信 我发现大家家还是微信 你们有什么想了解加拿大的问题 可以微信给我留言 他们想知道 你是怎么成为Best Buy的店长 你作为Best Buy店长 你是怎么招人的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先聊这两个问题 好不好 你是移民这边有20年来 有 03年来的 03年来的 那么先是做留学生 国际留学生 对 你要知道从国际留学生 然后成长为洋人 国际大型连锁企业的 我们说是中层吧 中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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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多长时间 前前后后 我在Best Buy做了十几年 做了十几年 但成为店长 用了多长时间 差不多七八年 七八二年 听上去有点长 但时间过起来很快的 因为多个书嘛 就四年 对 对 就是说 所以也就相当于很多人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你就相当于当店长了 差不多 对 能聊聊吗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Best Buy 结束了 怎么 音频上的 这个其实这个故事还那个 当时呢 就是0506年的时候 在0506年之前 国际留学生是不能在校外打工的 然后0506年以后 加拿大有一个对国际留学生的政策的改变 当时是允许在校区外打工 一个星期二十个小时 然后呢 当时机缘巧合 我就这个人比较喜欢多看看 多体验体验 然后觉得对以后可能就业啊 什么都会比较有帮助 所以我就辞去了我在大学的工作 餐馆嘛 一般就是那时候的学生都在餐馆 大学的兼职工作 兼职工作 我插入一下 就是说呢 那个时候的这个学生打工作者 有点像现在美国的学生打工作者 就你只能在学校校园范围内工作 是 那也就只能是要么清洁 要么就是餐厅里装装盘子 对对对对 这个社会饭 对对对 你抓住了这个加拿大放开留学生 可以到社会上工作这个契机 对 当时一打开 我就觉得这个 在这里整天端完完完洗盘子 这不是个事儿 是吧 然后我就 我就 当时圣诞期间 正好best buy在招人 他们圣诞的时候都会扩张那些seasonal的 对对对 然后我就去应聘 这个我插一句 什么叫seasonal呢 就是到了一些促销季节 对 有年底对吧 黑五就是说他要临时增加人手 对临时工 然后你就是应聘这个季节临时工 季节临时工对 然后就在那边做 所以我觉得应聘当时其实也挺紧张的 因为国际留学生嘛 刚来没几年 英语 其实上上学用的英语 你周围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跟那个销售用的英语还是有 那跟你不你这个环境还是不一样的 差距还是很大的 对其实当时挺紧张的 通过两个 全面试里的 第一个是电话面试是当时的销售经理 销售经理 然后final interview 就是最终的面试是当时的店长 也就是说店长是对这个招聘 哪怕临时工也是最后拍板 对 电短权量很大的 对 然后当时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扬长避短 虽然我当时我觉得我语言可能并不会 他们老外会觉得这个人语言可能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跟洋人比还是很 有点差距的 但是当时因为我是第一批留学生 然后放开工签的放开在外打工 第一批走出去 学校打工的 对对像社会企业去应聘的 对然后我当时我打的那个就是我有很多中国的这些社交可以带来更大的销售 然后很多人说到了海外以后要尽量的避免跟中国接触 做跟中国无贯的生意这个其实是仰短必长啊 对我觉得是 其实当时我觉得他们对我最大的他们就觉得这个我这个人可能比较胆子大比较敢说 虽然不是特别英语特别那当时那么好对吧 这个就是在海外里求职啊 特别是跟洋人企业 华人企业可能要内敛一点 谦虚一点 那洋人企业你一定要敢吹 其实 其实洋人对我们 胆子要大 洋人对我们的语言是有expectation 是有一个预期的 他不会让他本地人的 对他不会觉得你这个语言一定 但他只要能听得懂 他就跟你交流没有问题就行了 当时他们就觉得 我可以有潜在的那么多的中国客户 对吧 然后当时就请我了 请我以后就是其实做的还是可以的 做的还不错的 带来对他们的销售带来挺大的帮助 那时候是不是流言生都标配电脑 就像手机一样的是吧 对当时电脑电脑就是非常标配 然后都找我 就是你一个说中文的 爱称电脑一哥 那时候2010年之前电脑还是 对08年07年 那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对然后对当时就是我过了这个season 他们当时就想问我要不要继续干 就是你表现好 老爸你是个季节临时工 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全年的临时工 对他就不是临时工了 他就是变成一个正职的工作 但你在这毕业了吗 兼职没有没有兼职嘛 就是长期兼职嘛 长期兼职 那还是临时工的 对但是他就是不是在有时间限制 你可以一直做下去 因为当时临时是有 我是签10月份签到12月底 就是你的合同是无限期的 对所以每周工作时间 是20个小时 对因为那是签证政策要求 是我不能做过20小时 然后就是当时因为吃了第一波红利吧 对吧 然后做的销售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比较留学生啊 那中国人买电脑都会知道我 都会来找我 这也就是给大家一个启发 特别是中年朋友 如果你到加拿大来 那么你如果能把过去的国内资源用好 能跟这边某些企业对接 能够让他们产生新的效益 对吧 那你就很那你找工作 找工作不一定容易 但至少你工作以后表现就很容易了 所以包扫工作也是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 但是胆子还是要大 然后还是要有工作经验 因为我以前在西西南社里 听说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孩子 对吧 她就是打着那种 拿着旅游度假签证过去的 但是她很懂外貌 她去音频的一个印刷厂 帮人家从印刷厂干嘛呢 从中国进原料 那一下子在降低好多一刷成本 是 是 所以她很快就转正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把身份也办下来了 对 所以当时就做的 就是做在学校里边打工 对吧 兼职在Bestify做销售 对我成长挺有帮助 以原来上 对我后面的就业 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但是我听说你后来毕业以后 你没有直接去Bestify 没有 我当时因为觉得当时还觉得只是做销售 我的专业是贸易 国际贸易 所以当时毕业了以后 自己创业去了 对 做了一会儿 自己开个贸易公司做了几年 但是就是说创业有个问题 创业他不能办身份 对呀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后来又回Bestify 跟这有关系 当时有关系 因为当时自雇是没法移民的 对 对吧 然后 这里有插一句 就是说加拿大移民中间 有一天叫自雇移民 对 那个横步岛人的 他不是说你自己养合自己 就可以办移民 他是针对演艺界和体育界的这种 就是说他是打个人品牌的这种特殊的行业 你知道吧 对大多人来讲是不太适用的 对移民还是要找专业的移民公司 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你后来是怎么回Bestify的 他们找到我 他们想起你了 他们对他们想起我了 他们找到我 他们因为一直也一直有联系 总之也有联系 后来呢 做了两年以后 他们来找我 问我想不想回去干 然后其实我当时是拒绝的 因为觉得他给不了你移民 对 当时跟他们的HR谈 就是说不行我做不了 我这个没移民 你的这个销售是做不了移民的 所以后来 但是他们当时可能对我过去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 他们愿意给我销售经理这个职务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说 凡事都有可能发生例外的 对 如果我应聘你对吧 我招你 我Bestify这么大公司 我怎么会因为你的这个个人要求 对吧给你提高个职务呢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给人家留下很好的印象 对吧 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 是 就是说你本来只是兼职的销售 是的 然后现在一下子变成了经理 对 这里我想插一下 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在Bestify 他的这个职务大概分多少集吗 在店里面 咱们当然分就是 开到Catcourt 对吧 总部 咱们不说 咱们只说店里他基本上从销售 销售 资深销售 资深销售 主管 主管 经理 电商 五个层级 他从销售的时候一下飘到经理 告诉我 官生三级 对 延伸三级 当然这个就是大家互相谈判 对吧 博弈就是 你不给我的职位 我能买业 那我才能再来 对吧 正因为他也可能是因为你自己创业了 所以有底绩跟人家谈了 是是是 你这个但是还是就是当时在做销售的时候也可能给他留下一些就是有管理上的一些感觉上我实际做到最后还会培训他们的新人啊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那时候的店长还是你原来的店长吗 还不是了 不是我原来的店长 变了 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老外其实在洋人企业一样讲感情的 是啊 就你你哪怕离职了你继续跟人家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吧 哪怕店长换了人家还记得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热情啊 付出啊 所以呢 你你提出合理的要求就是你不是说我为了收入我要升金领对 我说了移民对吧 那很现实人家也希望你长期在工作下去吗 是best by这个我也觉得我们也不会因为我要移民他才给我这个职位 是因为他觉得我能胜任对 你还是提加提增长自己的自身价值 这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你创业到两年其实你也相信在做经理的 对 是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讲 是 有时候磨刀不误砍才功啊 是 就是有时候人很多时候讲缘分的讲移民巧合 我当时也没有想过自己做 我就是拒绝他们很多次 但是最后但是最后我在他们做了那么久 但是你在拒绝他们的这个阶段 是不是还在帮他们做员工培训这件事情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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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啊 这说明他们华人这一块销售青黄不接啊 没有 对没有 所以但是对 然后就做了做了销售经理 然后当然就是用这个用这个职务啊 当时一个店大概多少个销售经理 一个店一个 多少个经理 两个经理两到三个 三个看店的规模 规模和销售 对 之后多长时间 嗯 五年吧 四五年五年左右 什么店长了 就做了店长 这个店长到了店长是处于他们的中层干部 中层干部 中层干部呢 这个店长是不单单是说你能力啊 你这个你这个业绩的问题 还有就是一个机缘巧合 他是不是需要 他要有店长退了 那一定的 就跟教授一样的 你教授退了 副教授才成为一个职位要空出来 他才会再重新 当时也是要竞争上岗 几个销售经理啊 一起啊 然后几个可能是operational manager 然后大家一起 当然他当时也有培训 就是他会重点培训 他觉得你有潜能作为店长 你参加培训以后才有资格申请的 是啊 他觉得如果他店里觉得你这个人是有 有机会能有能力胜任的店长 他才会给你做这个培训 那你在是在一个店呆着吗 没有我在我在 我在我基本上 Edmonton所有的店都做了 他店呆是轮换的 有轮换的对 怕你产生这个太熟了 对对对 持续新鲜感 是是是是 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员工是不用加班的 但是又有种说法说 只要你是经理级以上就没有加班这么说了 嗯 有加班 小时跟经理都加班 只是小时工加班有钱了 有钱了 我们加班没钱了 大家听到了 就是说在加拿大我们了解的一般都是普通员工的 对吧 在这一级加班那就是拿加班工资1.5倍是吧 是1.5倍 可能更高的 那么如果是经理呢或者店长呢 就是就是 就不按小时算钱了 对我们年轻制的就基本上你自己控制你的时间 就是说你这个年轻是不是一个一个基本的一个收入 然后再加一个提升奖励 对我们这个 这个到我们这个级别以后 它的算法比较复杂 算法比较复杂 对它有 它有 它就跟绩效相关了 有跟业绩相关 还有一个它叫忠诚的也有 Loyalty的Program 还有就是你做了越久 你的它有一个对你忠诚的一个奖励 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个加班工资了 那像什么黑五这样时间段是不是很忙啊 非常的忙 非常的忙 最最最忙的是黑五跟Boxing Day Boxing Day是彩礼节 那一天工作多少时间 最狠的时候做过凌晨三点到店 晚上12点回家 大家可以算一下 算三个小时 哈哈哈哈 二十个小时吧 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这个 嗯 其实西方也跟中国呢 就是说它的普通大百姓层面没那么卷 但是在上面还是很卷 对 这个这个就看你自己觉得 也有也有就是上的时间少了 又上但是你自己 那你的店很明显就被人给干掉了 你就对 你要有你要有竞争意识啊 你要你要对得起嘛 对吧这个时间 加拿大还是比较讲究life working balance 它不会天天这么狠 不会不会 对到那一天 但是像比如说这一天上完 等slow了以后 我可能会修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补那一天 其实你这样想 其实还是它很合理的 但是这一个星期呢 它也不扣你工夫 不扣在养着你嘛 就是说它 就是这有点相当于中国补在掌柜了啊 对对对 就是自己控制时间 你也相当于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合伙人了啊 对对 所以他不用天天盯着你每个小时的表情 他也没有他也没有规定我一定要上二十个小时 他从来他没有从来认为说啊 你这个boxing day black friday黑五一定要上 就是看你自己个人想想上 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到了经理这个层面 他非常强调自觉性 所以呢是你很难指望 就是说一个企业对吧 对一个人的三十五四十五之间 从中国当了终成干部的移民到这来了对吧 对啊 在企业原来在中国做中高管的 到了加拿大你还能够找个同样的工作 这个明显是非常有难度的 除非人家老板在中国对你有知根知底 对 算自己人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另外 是是是是你这个 你你如果resume过硬 然后你的确在面试的时候能够给他很很大 我觉得resume过硬都很难讲 因为你技术工人可以 是啊 但你比如搞IT的什么的 搞人工智能的 是 但你作为中管理层的话 你基本上还是得先从基层做起 对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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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他企业有了解 像我们像我们best buy的话 非常偏向于啊 内部内部的提拔 这个对外它是或不得已万不得已 实在内部提拔不出来 他才会对外招 但是呢加拿大是不是有个好 就是说resume就简历上是不看年龄的 不看年龄 我印象中不写年龄也不喜欢招推 对 对 用你的个人形象去打动 对我们比较inclusive 性别 对性别 然后年龄 长相 都不看 这些这些对我们来说 不是必要的 最主要还是自己能力 就是你做店长的话 那你是怎么招人的人 嗯 我们这个招人其实是分两步 第一个呢 是公司 HR 会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要求 有些硬性的要求 然后呢 HR会有一个budget 然后会有预算 有个预算 他会跟你说我要招多少人 你这个店能有多少人 然后你这个店呢 人工人工人力人工的这个成本是多少 然后哪个部门需要怎么样的人 你需要你整个流程 招人的流程 HR都会帮你弄完 嗯 然后具体的操作呢 其实具体上就是店里来做这个 然后一般来说呢 就是会有一个 呃 先看一遍resume 我们招工的时候 这些简历他是 发到HR呢 还是发到电脑手里 直接发到 发到我的operational manager 应聘就是那个运营经理的 啊 运营经理 就是一种单位了 对 不是集团的HR过一个时间 那就比较好 集团HR会告诉你 你要招多少人 你这个店有50个人 然后你这个店现在有40个人 那你就缺10个人的岗位 哦 然后他就会说你去招这10个人 然后呃 每个哪些岗位他会跟你说 大概工资是多少幅度 他会给你 给你一个 一个幅度在里面 但是你这个 到底给这个人多少钱是 是我们决定的 哦 然后呢就是 呃 实际上的那个部门经理 哪个部门需要 那个部门经理 去呃 看他的那个简历 嗯 看完简历以后 他会做第一轮的面试 嗯 他第一轮面试有可能是呃 视频视频会议 有可能是电话会呃 面试也有可能是当面面试 这个有区别吗 这个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这个是跟呃 这个经理 跟这个season都有关系 他如果是特别忙的时候 比如说 对圣诞的时候 他不可能安排那么多的当面 他就可能会就是视频会 但比如说slow season 他没有那么忙 嗯 他只招一个或两个人 那他可能就会让你当面来一下 这是看看他的时间 他那关过了以后呢 就到你来了 他那关过了就到我了 到店了 他会给你一些什么东西吗 他会 他会有 他会有一个他的面试的一张 付我们张表格 他当时他面试的问题 对方的回答 然后他最后会有一个评语 他还会有个建议 对吧 他会建议他的优点 这个人的优点在哪 这个人的缺点在哪 然后全部给我以后 我会看一遍 然后在他会跟我约 看我的时间 给我约一个 我们叫final interview 最终的面试 对 然后你面试的时候 主要是看什么呢 我面试当然一般如果说 第一轮面试过的 就是硬性的要求 基本上他就已经肯定是过的 对吧 看软性的 对对对对我来说 就会看这个人的性格脾气 personality 然后flexibility 他对应变性 应变性 然后他这个时间 对吧 他什么时候能上班 能不能符合我 我这个business的要求 对不对 然后 嗯 还有就是他对这个 他对自己的期望 他就 他想将来是 只是在这边赚一份工呢 还是希望在这边有个发展 就是各类各样的问题 就站在经理的角度 他更看重 你能不能试任这个工作 站在初期经理 他会看的是 现在这个岗位 这个人能不能做 那站在店长的角度 他看的就是 你能不能成为 这个人力资源的一个 长期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他是不是有一个engagement 对我们来说 就是有没有一个这个自主性 他是不是有一个可发展性 然后他对我这一个店的这个这个team 会不会有负面影响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整个团队嘛 你这个人的性格脾气 能不能融入这个我们这个团队 这很重要的 你这个跟同事搞不来 这个对对 你能力再强 你这个这个大家互相不能合作 所以这个就是我我看的 他们看的是他实际上能不能做 我看的是他的将来 他可能性 那就是说对于这个 那那在你的这个店长生涯中 你有没有招过中国的预估 有啊当然有 对我我是我们公司有名的爱招中国人 我我我就是在我去任何店 如果他在店里没有中国人 如果有岗位空缺 我的第一选择就会中国人 这样的这个店呢 要多一点好 多一点好 对中国人一样的 中国人帮中国人 这个不是中国人 这不单单是中国人 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生意的也是个帮助 对 如果一个中国人 如果这个店里面有个中国人 慢慢慢慢 你自然会觉得中国的客户就会 你去你去过richmond的bestfire吗 去过一半中国人吧 对 这个这个不一半中国人一半印度人 这个不是种族的问题 这不是种族歧视啊 这个只是在商严商 对在商是吧 这个听说你当时也有机会调到这个richmond 对对对对对 你为什么没去啊 这个搬家福利都很好的 搬家福利挺好 公司呃呃全包搬家费 然后还有安家费 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去呢 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 朋友家人在这儿 然后在这儿时间也比较长了 对吧 然后嗯 对这个城市有感情了 舍不得这个对 这个社交圈子 也有也有经济上的原因 对吧 他他虽说给你安家费和搬家费 但是他并没有给你涨工资 没有涨工资 他并没有说实际到手里 那如果是一样的价钱 一样的收入 就是我的生活 我会觉得在安门顿的生活的 幸福感更高 就这里一套house大概是50万对吧 啊普通的house就50万对 那同样的house 哲利之文150万 现在可能200万 是是是是 那大家算一下房贷 是一个月多个三四千块钱出来 是啊 我这个三四千块钱 一年就是三四万 我我我可以非温哥华 非无数次了 哈哈哈 对不对 这就涉及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叫移居啊 移居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 大家对我们这儿有些误解就是气候 气候是移居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不排除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确是 气候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需要看很多 基础建设教育医疗对吧 然后这个房屋的可可负担性 生活成本综合的考虑你一年 如果说普通加拿大人一年赚五六万 如果你并没有前期的投资 你在温哥华能够住过怎么样的生活 就是说没有家里的支持吧 对 从中国来的钱对吧 是 这个你要在温哥华 你可能就五十万只卖个apartment 还是非常小的 过于类似于香港的那种居住 非常非常 在这里你可以有个大house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气候这个东西 大家要注意 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 不是一百年前也不是两百年前 就是说在一个老牌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你根本不用担心 这个气候对你的生活有多大影响 其实影响真的很少 它就是个background 除非你在这里闲得不了 无手没有工作也不用读书 对吧 那你每天的确要出去活动一下 对对对 可能逛商场也不够你忙 够你逛的 你可能一定要到野外去 那你可能要找个肖门哥华一样 四季都能出去了 肖门哥华四季怎么想 你出去就滑雪以后 冬天出去也不舒服冷掉死了 对其实这边滑雪也相当的不错 那么你但凡有份工作 你就是从家门口开车三十分钟 对吧 一个小时就太费劲了 是 然后你到的单位 单位肯定是室内对不对 你会不会室外 对对对对 然后你工作八小时 然后你离开 又是开车又是接孩子 对吧 而且这边就是说 接孩子是在室外 还是室内 室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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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到了学校 那你就是你去掐点吗 几分钟 几分钟 对吧 上了车你又开回家 是 所以现代人 我实话实说 大部分时间还是 待在人造环境最舒服 是 人造环境呢 就跟这个 你这个刮几几大风啊 下多少雪啊 就关系不大了 我们我们这儿经常是 室外零下三十度 我室内穿短裤短袖 对 因为加拿大它的能源很便宜 是 是真正影响你生活品质的 其实房贷 是你的生活成本 这还不是生活成本 房贷 房贷什么概念 你在温哥华 你随便买个150万的房子 就是townhouse 对吧 你在这儿在住公寓嘛 就算公寓也不便宜 也要七八十万 你才能住的稍微宽裕一点 是 那你一个月的房贷 对吧 是 基本上就是三千到四千 其实非常很普通的 是 而且生活的愉悦感 我知道海叔 呃 要观赏一下我们这个 这边150万的房子 刚看了 对吧 150万在温哥华 跟150万在安门顿 这个差距很大 是吧 就是说150万 你可以在温哥华的当趟 买个大概八十平米的一个公寓 小公寓 就是说你这样的话 你想想看一个月三四千的房贷 这是税后的 是 你生活费知道准备两千吗 而且是很紧张的 现在两千还挺紧张的 因为你有汽油费对吧 电费通讯费网络费 这都是基本开支 是 然后现在买菜也挺厉害 然后你买菜一千多块钱吧 是 你算很便宜了 那你这样一下来 你就是差不多整个六千块钱 就是税后啊 是 这就等于是税前大概八到十万的收入了 对 就是夫妻俩必须一起工作 是 那你一个人呢 挣到五万 你在爱德蒙顿 你一个人就可以养家了 是 家里的老婆就可以在家 就可以照顾家庭了 这个三四千块钱 就光房贷的差距 就是一个老婆的 一个老婆的 一个老婆的收入 一个老婆的收入 一个好的老婆 很开心老婆 还是一个天天 天天要在我们家 对 就是说在这边 房贷一般是 月供多少钱的 这边房贷 如果你五十万的 也就是两三千吧 两三千 还有三千啊 你看你看 你看初期这个那个 当收入多少 五十万我觉得 两千以内 嗯 两千对我 我对我两千以内 如果你收入可以的话 两千以内没有问题 你是那种收入百分之五 是吧 我没有没有 我们家当然没有 我又讲你说的那种 你要做三千了 可能收入百分之五了 对差不多 对 大家在爱德蒙都可以收入百分之五 但是要买一个保险是吧 是买一个叫那个 mortgage insurance 但如果超百分之二十 收入百分之二十 就没有mortgage insurance 所以在这边真的 你要拥有自己的家 还是很容易的事情 对 这个这个还是非常友好的 对 对于刚刚起步非常友好 就能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决定 辞掉这个电脑职路 来做房贷经纪人吗 这个生活嘛 这个第一我是觉得 到一个年龄 该该有一个变化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产业 横荡也会受到科技的影响 会有一些 说网络的这些冲击吧 对 对 亚马逊啊什么的 然后呢 电子产品是太标准了 对 然后我到我这个 我现在想体验一些不一样的生活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然后希望能够更加自由一点 其实这个问题呢 就有点相当于很多朋友 在国内 对吧 做到企业中高管了 四十岁左右 然后为什么想移民呢 对 有时候就是想 就想改变一下人 是是是是 人只有一辈子 但你可以过两辈子 就是嘛 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做房产经纪人呢 他就不用对那么多人负责了 我对自己负责 对自己负责 你原来做一个店 你要对一个店可能四五十号人负责 一百人负责 一个店一百人 对 怎么那么多人 我有些店 我有过五六十也有过一百人 你最多管过一百人 对 一百三十个人 一百三十个人 大家不要小看经纪人 一百三十个人 你生活压力其实挺大的 那是 你不是对自己负责 你对一百三十张嘴负责 对 你现在就可以 只对自己家庭负责 对 我也经历过 因为我以前也做公司嘛 对 管我六十几个人 我也觉得在国内啊 现在我觉得我 我管我 我现在就觉得管我一个人 就太舒服了 对对对对 挣的钱不仅少 对对对对对 多点时间给家人 多点时间给小孩 也多点时间给自己吧 就是说你要知道 哪怕时间是一样的 但你脑袋里的空间是不一样的 当你要为一百五十个人去操心的时候 和为你一个人操心的时候 这个是差异很大的 其实做经纪这个时间也不少 那个我一我其实现在 因为我后来做到店长做的久了以后 属于一个senior 比较有经验的店长以后 我对自己时间管理还是比较在行的 现在做经纪 我其实每个星期花的时间 是比在做店长的时候上班时间长 我觉得你是一种创业性的 对自己喜欢这个自由性 但是但是更有一些感觉 就像你说第二个人生 对像旅游一样的嘛 什么叫旅游啊 就是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讲 就是从你待逆的地方 到别人待逆的地方 是 那么换指引也就是味道啊 对对对 从你干逆的工作去干别人干逆的工作 是就是这么回事 人生就这样啊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啊 这个 YP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自己 没有我非常非常感谢有给我这个机会 跟更多的朋友 聊一聊我的我的情况 我的我的我的经验 希望也能帮到更多的观众朋友 对如果您问我这个呃 呃留学生老移民啊 嗯到到来到加拿大 嗯嗯 需要怎么样 胆子大一点 步子慢了开一点 说不好听点 皮厚一点 对不对 其实这里对海外是 啊各个种族非常的宽容 对我们一定 不要怕 对你英语差一点没关系 你可以把你的中国的优势挖出来 是现在这里很多很多企业都想做中国的生意 就是啊 或者说通过中国降低自己运营成本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一种 哎我既然离开中国了 我就最好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是啊 其实不是这样子 世界已经融为一体了 你作为一个从中国出来的人 你更没有必要跟中国切断联系 对对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正确 体验不一样的这边的生活方式 但是并不是说你要把你过去全部你的过去都是你的财富 对是吧 你跟中国的联系是个财富 的确的确的 的确的 海苏微星是TUESTUDY99 欢迎大家加海苏微星 是 如果你们想联系YP也可以加海苏微星 我可以把YP的微星推给大家 好好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你点个赞 对给YP点个赞 为海苏点个赞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欢迎大家转发留言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